嘉義縣民雄湘西昌村 有一處友善自然農園 這裡不只是種米 更是愛護保護土地 在休根時播種綠肥 讓土地維持一定的養分 作為下一期種稻的基礎 為介入這種友善跟愛護土地的方式的工作 完全是取自於 我們想說跟過去噴藥 吃化水肥料想要有一點不一樣 要讓自己的土地有一種 就是跟著時代再改變 95年開始是剛好接觸到我們鄰居 他們先種了兩期一年 基礎就是說我們自己的土地 已經休根了五年 那五年是有這個條件 來種這一塊有機的這種稻米 種了第一期的時候 採收下來的有機米 那時候我們吃的時候 就是我先生感動比較深 因為他從小就是接觸到農田方面的 但是從來沒有吃過自己家裡種出來的好米 所以他吃到的時候 他是超級感動說 這就是他小時候才有的味道 這幾年我們一直感受到 我們不是只在種米而已 為了城市面包含照顧土地 照顧生態然後照顧周邊環境 友善自然農園開始接觸市集 推廣愛護環境的觀念 讓大家意識到友善土地的重要性 同時讓民眾更了解食農教育 這些農產品透過我們這樣接觸的市集 除了去行銷我們的產品 我們也要去認識我們的客戶 新的客戶還要介紹食農教育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才會跑市集 直接面對客戶 因為我們常會想一句就是說 什麼東西都可以進口 但是只有好的土地沒辦法進口 所以我們就盡我們的能力 把我們至少的這一母田 我們這一甲地 把它好好的照顧下去 有志同道德的朋友 我們就鼓勵他說 一起來愛護這個環境 西昌村社區發展協會 以綠化環境為目標 居民彼此之間活絡 一起為這個目標盡一份力 協會理事也期望 社區年輕人站出來 共同為西昌村做出貢獻 社區就像是我們每一個人 第二個家庭 我感覺說社群和基民的互動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 希望下一代就像你們年輕一輩的 能夠做出一些貢獻 雖然是社區未來有一種戀解 只要有人站出來 有人輕人站出來 其實很多事都會解決掉 中正一報蔡義貞和為中嘉義民雄報導 我們再次購入